2月6日 香港与内地全面恢复通关 不设通关人数限制 无需预约和核酸检测 其中 作为疫情前深港间客流量最大的陆路口岸罗虎口岸 也将时隔三年后重新恢复旅客通关服务 为了恢复开通这一天 口岸各相关单位已经做足准备 首先 我们是积极地与香港方面保持联系 而且也积极地协调口岸的相关部门 同时 我们也在持续地加强对于口岸出境入境客流的一个科学的预警 进一步地优化我们的勤务组织 常态化地备阻我们的执勤警力 还有我们的查验通道 在先期 我们其实也对所有的查验的设施设备 都进行了一个功能检测和压力测试 就是确保我们所有的设备都能够正常地运行 当天上午6时30分 第一位通过罗湖口岸入境的香港旅客耿先生匆匆走来 他需要赶在8点半前抵达东莞上班 耿先生告诉记者 疫情以来很少能回香港陪伴家人 全面恢复通关以后 可以每个周末往返东莞和香港了 疫情那段时间差不多一年只是回香港一两次 所以有些觉得对不起家里 因为以前真是为了要隔离 所以只是一年回香港两次 以后就都会每个礼拜上落 疫情前都是这样的 在罗湖口岸记者看到 四处都挂上了大红灯笼 鲜花、许宴墙以及欢迎回家的产板 让抵达深圳的跨境旅客感受到家的温暖 不少香港旅客表示 此次通关非常顺畅 全面通关让两地人员来往更加便利 之后会有更多来到内地的计划 三年时间没有在罗湖这儿过关 其实过来的时候也都是一个很熟悉 但也有少少陌生的感觉 但总之都很兴奋 今天其实主要就是过来体验一下 然后我们都会转头回回去 心情挺好 还有夸来 现在要第一时间去银行 把这个卡全都拧回来 时间半天来 把这个事情搞好 然后就马上又回去了 以后还会安排放假时间会过来 三年多年来了 主要就过来消费 应该是去金光华看一看 然后去喝茶 可能当天来就当天回 因为明天要和我女儿过来 上大学了嘛 她明天才没有课 所以明天才过来 因为很方便嘛 香港立法会议员刘国勋 也体验了通关 她说 最大的感受就是快 还称赞了两地工作人员 会协助旅客 完成健康申报码的填写 我们还没有感觉 停留很长的时间 再看一看有什么分别 已经过关了 从山水做那个港帖 到楼屋站再过关 其实整个过程10分钟都不用 对啊 还有就是因为现在过关 跟以往最大的分别 还是要填那个健康申报的码 港帖跟楼屋的同事 也有一些工作人员 帮手 所以我觉得都是跟以前一样方便 近三年 许多跨境学生一直在家里上网课 全面恢复通关的早晨 楼湖口岸出境往香港方向 出现大批跨境学生的身影 他们也将回归正常的校园生活 就很便利啊 楼湖口岸 因为我们学校就在上水 火车站旁边 然后下了站 下了站走应该五分钟就能到学校了 当然期待了 孩子三年都在上网课 今天第一天回学校上课了 他很激动啊 据了解 楼湖口岸复通初期 内地出境旅客 可从三楼出境大厅前往香港方向 入境旅客 可从一楼入境大厅进入深圳 楼湖边检站将根据出入境旅客需求 不断优化口岸出入境变名利民举措